台灣人非常厲害 統治了全世界的天空 好 誰呢 Garmin 很有趣的現象 南投都是主子 出了一個叫高明環這樣的人 可是他在美國的肯薩斯州 創業都是玉米小麥的地方 也是一個農業州 竟然連在一起 因為它的製造基地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它的製造基地有九成在台灣 現在市值已經超過一兆了 股價漲了很多 在過去一年漲了50幾%左右 過去一年漲52% 為什麼這樣 因為Google跟蘋果 三星都殺不死它 它現在已經己身在 汽車的錢莊市場 還在做GPS 第三個秘密就在台灣 更厲害的是 它這樣製造 其實它每年的研發 是超過十幾%的 研發經費投入在裡面 毛利是50幾% 跟台積電一樣 是一個高毛利的公司 好 我們要帶個來看 商業週刊這集的封面故事 這個簡單來告訴大家 就是台灣人要統治全世界了 好 我們看到了 過去你說很厲害的台灣人 張忠謀創辦人 看到了黃仁虛 看到了不得了 但現在再介紹一位 也是台灣人非常厲害 統治了全世界的天空 好 誰呢 Garmin 過去呢 Garmin就說那個GPS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打高爾夫球 是不是要戴一支Garmin的錶呢 好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最厲害的代言人 有哪兩位呢 一位就是馬化騰 一位就是我們新宇的董事長張國偉 兩位都是富可敵國 口袋很深 但是呢 他們的手上不是戴什麼 厲害的名表 勞力是沒有 人家戴的呢 就是Garmin的手錶 所以大家說 他們兩位就是這個代言人 當然是這個Garmin 沒給他們錢啦 好 那為什麼講是台灣人呢 來看看 Garmin的創辦人 董事長就是這位 高明環 他就是台灣人囉 好 那到底他是怎麼 創辦了這家Garmin公司 這麼神奇呢 到現在屹立不搖呢 我們來問郭真哥 講到Garmin這家公司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講到他會有很多的 不知道啦 第一個不知道說 這家公司竟然還在 如果你跟三十年前很多人 在做所謂的GPS 那一台機器的時候 大家就說 這個機器不是應該在2007年之後 智慧型手機問世之後 他就被Google這些導航 給消滅掉了嗎 可是我告訴你 他還在 而且他還在車子裡面 在替你導航 所以Garmin還在喔 第二個如果 這是跟三十年前 那個世代的人 那如果你在跟二十年 比較二十幾歲的人 或者是比較喜歡運動的人 說Garmin這家公司 是什麼公司 他會說 他不就是一個做智慧型手錶的公司嗎 他怎麼沒有被蘋果跟蘋果三星打敗呢 他還在喔 第三個很多人不知道說 他其實是一個從南投竹山起家 然後跟美國的堪薩斯州 很有趣的現象 南投都是竹子 然後出了一個叫高明環這樣的人 可是他在美國的堪薩斯州創業 都是玉米小麥的地方 也是一個農業州 那這兩個州 這個兩個一個農業線 一個農業州 竟然連在一起 因為他的製造基地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的製造基地有九成在台灣 那為什麼Garmin會做這麼成功呢 我們還要問這個問題嗎 因為我2007年開始蘋果問事的時候 你叫Garmin那時候2008年有多慘嗎 他一下子營收掉了87% 股價剩16塊錢 那現在股價是只要160塊錢 竟然這台共識還 所以他有在國外IPO對不對 他在美國IPO 而且現在市值已經超過一兆了 股價漲了很多 在過去一年漲了50幾%左右 過去一年漲52% 為什麼這樣 因為Google跟蘋果 三星都殺不死他 他現在已經己身在汽車的前裝市場 還在做GPS 而且你現在很多計程車的問獎 還在用那一台機器 你去Garmin台灣公司 不管是林口或者是汐止 或者是在台南 其實還是有人可以幫你修這台機器 還是可以用 這台還是很好用 所以他現在是己身在前裝市場 直接打入了Tier 1的供應鏈 變成BMW 或者是中國大陸賓市這些車廠 或中國大陸車廠的第一線的供應商 只是他整合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做到 我們來先講第一個 樂趣真的可以變成是一個好的生意 或者是經營企業成功的地方嗎 因為至於剛才講的 打卡奧夫球的人都戴他的手錶 對 還有潛水的要戴他的手錶 所以他選員工是怎麼樣 要選會開飛機的員工 那如果你去度假的時候 請把公司的飛機開走 當我們去這樣訪問 我們採訪團隊到美國這樣訪問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點訝異 因為他串辦高明環串辦公司的時候 為樂趣美好的一天而努力 所以他鼓勵每個員工 有會開飛機的員工來我們公司 所以選對的人 喜歡運動喜歡玩的人 好有趣喔 然後公司提供飛機可以讓你去度假 讓你可以開飛機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研發產品的時候 你會更有感 你會更投入那個樂趣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喜歡運動的人 會覺得他的產品很厲害 這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很厲害的精英學是 不要怕殺死自己的產品 你這個邏輯就很奇怪了 把自己的產品殺死 那竟然是他悟出的第二個精英學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他永遠都要碰到 有比他更強大的敵人 所以GPS被殺死了 所以我們講GPS 當講汽車GPS這件事情 它其實已經變成配角了 它是做出嵌入性的產品 那Bagami的功能因塞在裡面 所以我跟賓士跟BMW這些車廠 我提供你全裝的服務 我一樣提供你導航的技術 那全世界的導航技術 它還是最好 為什麼開飛機 因為民航機的市場 最多還是它的導航技術 但是它那個機器已經不見了 它已經變成配角 所以你看它可以殺死自己的產品 然後不斷的研發下一代的產品 那第三個成功哲學 也是蠻厲害的 當你不斷的為樂趣 為興趣去開發產品 然後不斷的殺死產品 它就必須意味著是什麼 它的產品非常的多 所以它一年開發產品 有1200多款 相對蘋果它就非常的多 因為蘋果你想一想去 就iPhone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跟它對打對手 那第三個秘密就在台灣 因為1200個產品 它必須要有非常高彈性的製造能力 而且它沒有代工 是在台灣直接生產 你無法想像 它在台灣有超過一萬個員工 所以你戴這個手錶的時候 你沒有想過 它在台灣一萬個工作人員 所以你看 它這樣一路下來 高明環其實在美國創業的時候 就來台灣設立生產據點 一直到現在 繫紙 林口 台南 還有重力都有廠 更厲害的是 它這樣製造 其實它每年的研發 是超過十幾%的研發經費 投入在裡面 毛利是五十幾% 跟台積電一樣 是一個高毛利的公司 那我們來看 它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它的競爭對手 都是這些世界級的大公司 GPS導航有Google這樣的對手 如果你智慧裝置的話 有蘋果 三星 博士跟卡西歐 都是它的競爭對手 可是它可以在每一個領域 都能夠做到最強 所以這些人 其實都打不死它 就是GAMI這麼厲害的地方 從南投竹山出來一個 掌握全世界天空的一個男人